终于看这个男人叫小崔 他深谋远虑 他运筹帷幄 有一天他出门捡到小柳 请来直接叫他 夫 真 真是不见外 夫人他 真拿他当夫人了 柳氏 还以为他一穷二白 天天想着帮他挣家产 七十两连杀两家店 就这样好好的一个王爷 回家还要严完哭 我就是一个没用的完哭 没想到这小门户 有小门户的好处 小柳把他的衣食主席 照顾的是非常全面 蟹黄拌饭更是一拳 你还知道哪个是你真的假的 既如此想虽想 那就顺手也护一护他吧 多给他一些银钱 买 随便买 请我还是叫他夫人 谁承想挥下人 天天拆他台 只可惜 只可惜他没本事啊 上什么座 连损友都竟然说 有病 难以启齿的病 不行 谁不行 我但要让你看看 我行不行 我打算 把一切都告诉你 对啊 感谢观看